《建民论推墙》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5月1号 是《建民论推墙》的1632期 那么今天呢 5月1号呢 国内呢 大部分的国内的民众呢 今天呢 都是五一节呢 五一节的假期 现在虽然不是什么长假了 但是对于像上海这种封城来讲的话 这种所谓假期不假期就一点意义都没有 因为他们急切判断的呢 判断的就是立即能够给他们解封 让他们的生活呢 能够恢复正常 而被封城了一个多月以后的上海 包括现在在北京被封城以后 有很多呢 就是条件 经济条件相当好的家庭 或者是过去一直想跑 但是始终没有跑的人 现在网上有一个词非常非常的热啊 叫论 这个字呢 实际上是英文的单词呢 就是跑的意思 那么中国人呢 现在就把他用汉字的润 这个字呢 来代表呢 就应当是逃往境外 那么逃往境外 现在很多家庭过去有这种所谓润的想法的呢 一直是犹犹豫豫没有走 目前来讲 遭到这一次的这个封城以后 尤其是上海很多高端人士 他们家庭受到了 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磨难 那么也就是再也没有办法岁月静好了哇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想润的人就特别多 那么今天跟大家谈的什么话题呢 就是告诉大家 中共呢 现在就堵上了你们要润的这条路 因为中共知道啊 不能让你们这些14亿韭菜全跑掉 你们都跑掉的话 那跟谁搁韭菜呢 而且跑掉的人往往都是嘛 都是油水比较大的哇 所以说这些人中共要堵掉你们的路 那怎么堵呢 那我就是看到一个最新的司法部的文件 这个文件是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和中国公正协会 他们共同发出的红头文件 这个文件是4月27号下发的 他明确就规定从5月1号 也就是从今天北京时间的5月1号开始 全国所有公正部门全部停办任何涉外经济投资的公正处的业务 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话也就是说 所有涉外的任何跟经济有关的投资有关的 就无论你是移民啊 还是你到海外投资 然后去办理生产啊 办理到海外的大众的投资业务啊 就是干这一类事情的人 你的所有的这个公正处的 这个公正文件呢 全部停办 因为不给你办公正 那么不给办公正会有一个什么结果呢 这就意味着什么 所有人还在国内的 无论你想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想移民到海外的 无论你是什么投资移民 就是EB5 我们以美国为例啊 叫EB5投资移民 还有一种叫EB1 就是结束人才移民 那么另外还有什么 就是你投资上百万美元 在海外呢 你直接开办公司 开办工厂 在海外进行了这种大面积投资以后呢 你也可以获得移民身份的 就是无论你想办哪一种 你在中国呢 你首先要提交什么 提交你的公正文件 就是你跟海外任何一个发达的移民国家 你跟他提出移民要求以后 他首先要你提供你个人的文件 个人的信息 你要证明你自己个人叫什么名字 你的出生年月 你的出生证 你的学历证明 你自己投资的这个银行里面的证明 能证明你有这么多钱来投资啊 也就是所有这些文件 最终都需要通过法律公正书给你的公正文件 美国才接受 就是海外西方国家他才接受 因为你仅仅就说我有钱 我有很高的学历 我的儿女 几个儿女跟我之间是这个亲属关系 光你嘴讲没用啊 要你出示文件啊 虽然你比方说 我们就拿出生证 学历证明这两项证件来说 也就是你提交的这些出生证 户口本 你的学历证明虽然可能都是真实的 就是你某某大学毕业的这个学校给你发了学历证明 你的孩子在医院出生时候 医院给你发了出生证明 排除所给你有户籍登记 这些证明这些证件都应该来讲是正规的 是正确的 问题是吗 怎么证明它是正确 是需要公正书给你公正的 有公正书公正以后才有法律效力 有法律效力的这个证明这些文件 那么西方国家才会接受 认为你是提交了合法的文件 否则的话 你仅仅提交你的文件 因为你的文件你也不可能提供原件嘛 你提供的都是我复印件嘛 怎么证明你这个文件是合法的 即使是你提交了原件 那么也没办法证明你这个文件是合法的 必须要由你当地国家当地部门 它的法律公正书由律师做出公正说明以后才可以 而国外和我们中国不一样 海外只要是有职业资格的律师 他出具律师证明函就可以了 而中国不一样 中国所有的公正都是什么 都是官办机构 也就是任何一个城市里面的公正处 它都设在这个城市里面的司法局下属的官办的公正处 所有公正处都是事业编制 他们通通是属于司法局领导 所有公正处里面的公正员 通通都是具备有法律资格的 就说你至少具备就是国家职业律师 你考核的这个资格的人才可以成为公正人员 而这些公正人员都是官办的身份 他们这个公正处通通是属于司法局领导 因此当党国要求所有的司法局下达这样的指令 所有公正处 一旦不在办理任何涉外公正的时候 就意味着你自己打算如果移民海外 你提交的任何文件 没有地方给你做出公正了 没有地方给你做出公正 你就无法向海外你准备移民的国家提交你这些文件 那么也就是实际上就堵上了所有你移民海外的路嘛 就是正规去到这条路 就完全给你堵死了 你想通过你有的资金 你所谓通过你自己结束人才的这个荣誉 因为海外有很多国家 他不管你有钱没钱 他是接受接触人才的 以美国为例嘛 也就是如果你是某一个行业中里面的 杰出的这个冠军人才 比方说你是奥运冠军啊 或者你是这个绘画大师啊 或者你有出色的音乐作品啊 在国际大赛中有获奖啊 就是说你本人能够证明你在某个领域有非常尖端 有非常出众的这种水平 获得过大奖 有经得起国际专家认真的作品 或者你在国际上知名的各种奖项中获奖人员 你都可以成为是杰出人才 如果这类杰出人才 你到海外去移民 那么每一个国家都欢迎的 美国更加欢迎 但是无论你哪种移民 你首先要提交你个人的文件啊 也就是你要证明你叫张三李四 你的户籍登记 你的儿女和你之间的这个父母儿女的这种亲属关系 你本人的学历证书 你本人获奖证明在哪里获奖 有哪些专家能认定 这些所有的文件都必须要嘛 要经历一个公正的阶段 也就是除了你有这些文件之外 必须有公正有法律公正书给你公正以后 你这些文件呢 美国或者是西方国家他们这个接受移民的地方呢才会接受 没有公正的文件 一律不作为文件能够接受 因为你没有公正的文件 根本不能证明你的真假 怎么接受呢? 所以说中共完全知道 如果堵上公正这一条 那么就意味着嘛 所有的移民就停止下来了 你根本没有可能通过正规渠道再去移民了 这样就变成什么? 这样变成就是中国大陆所有过去希望通过 比方说美国的这种EB5、EB1啊 就是投资移民啊 接触人才移民啊 或者是到海外投资大量的 超过一百万美元以上的现金 然后在海外开办公司 开办工厂的 拿取自己投资的身份 获得移民机会的 现在中共通过公正处 不予于公正这一条 就把你这条路全部堵上了 也就是你人也出不去了 钱嘛就更出不去了 因为中共早就堵上了 所有人想把你这个资金 大众资金转移到海外这条路 银行直接不让你汇款 你没有办法把资金带到海外去 那么你说找地下钱庄 地下钱庄来讲可以讲是有很大风险的 第一不靠谱 很可能是你的钱汇给地下钱庄了 而地下钱庄并没有把你的钱汇到你指定账户上去 第二个即使是他讲话也算话 也就是收到你的人民币了 他也把你按照人民币兑换的这部分钱换成外汇也带你汇到指定账户上去了 但是所有操作的这些人的名字 操作的这些公司都跟你本人没有任何关系啊 无法证明是你本人名下的资产 也就是这些资产就算你到达了美国了 到达海外西方国家了 到时候要说明这部分资金来源的时候你是讲不清的 讲不清就不能证明这部分财产跟你有关 那么你的投资移民你投资就没有到位啊 所以说不是简简单单 在美国这种国家你钱进来就行 钱进来要说明这个钱跟你有什么关系 这个钱你是不是合法来的 是不是你自己已经拉税后进入美国是干干净净的钱 你别弄了个洗钱 你进入美国啊 所以说你走地下钱乱把钱运出去呢 是有极大风险的 这是指你钱出不去 人也出不去 钱也出不去 你还往哪儿跑呢 这就是共产党呢 他专门呢 就是卡住你这些正规的渠道 那没有正规渠道很多人就想到 那能不能偷渡啊 偷渡的风险就更大了 偷渡往哪儿偷渡 你说是 如果是福建沿海 福建沿海很多人偷渡是去台湾 去台湾往往是在茫茫海面上面 要么是被共军的炮艇击沉了 要么是被国军的这个警察抓捕了 也就是你整个上岸这个过程中就千辛万苦 未必能够到达对岸 能到达台湾 即使是到达台湾 不代表你可以留在台湾 台湾是不欢迎中国大陆过去的人啊 你想到达台湾 然后以什么反共意识的身份到台湾 马上就留下来 没有这个机会啊 台湾已经送回来很多啊 那种能够送到第三方国家的都非常侥幸的 人很少 我知道有这么几个是送到了第三方国家 但是大部分是给台湾送回中国大陆的 所以说你从福建沿海偷渡 这条风险太大了 很可能人就死在海上了 那么除了这个海面偷渡 很多人是走舌头 走中国的梁广云贵 这一类跟这个东南亚国家接壤的 比方说去泰国啊 去老挝啊 去柬埔寨啊 去缅甸啊 去缅甸啊 认为从陆地可以进入这些东南亚国家 但是你这个偷渡的过程中 除了什么 除了有当地的流氓土匪跟共产党勾结 对你进行盘剥 然后最终什么 榨干你的钱 很可能还要你的命 如果侥幸让你逃脱成功了 确实到达了泰国 到达了缅甸 到达了柬埔寨和老挝 未必你不受到当地流氓对你的欺诈 更何况共产党在这些国家里面已经支上了很大的网 加上他们在当地的军警系统 这个政府系统都有他们的眼线 所以说你通过这些第三方 这些东南亚国家想逃往境外的 这种可能性成功性真的非常小 而很多这个所谓反共意识走到这个东南亚 基本上都被中共抓捕了嘛 海外名知名的人物王炳章 王炳章就是在东南亚被抓捕的 被中共诱捕带回中国大陆 判了无期徒刑 现在都做了快二十年老了 人仍然关在广东烧关 而另外一个叫彭明 也是民运知名的领袖 也是被骗到东南亚 然后被中共诱捕回国内 判了彭明立行以后 彭明最终已经死在监狱里面 我们大家都知道香港的铜锣湾书店 铜锣湾书店里面的老板叫桂敏海 桂敏海都是瑞典籍啊 已经是瑞典人啊 但是中共照样在东南亚把桂敏海抓捕以后 然后把桂敏海带到中国 桂敏海不仅仅是伤央视证罪 现在认完了罪 中共还照样判他十年刑 仍然在中共牢房里面服刑呢 所以说东南亚是一个千难万险的路 一般人来讲的话不到走投无路 这条路你是绝对不能随意尝试的 否则不但是你的钱给你搞光 命很可能是保不住的 而中共它现在就是堵上你这条路 它就是不让你走 因此来讲它不光是对于什么 到海外投资啊 你办理投资移民啊 你办理接触人才移民 它卡住你的公证这一块 那么除了移民签证限制之外 留学护照它照样审批也是同样的收得很紧啊 4月27号公安部国家移民管理局在新闻发布会上面就规定 国家移民管理机构从严审查所有的出入境 尤其是嘛 是中国内地人员到海外留学的签证 大龄 地龄一律不批 所谓大龄就是你看 它举的例子就说 有一个38岁的大龄留学生 他已经收到了美国一所院校给他的offer 按道理来讲 他完全可以办理护照的 但是呢 中共当地的公安局的出入境管理处 就扣下了他这个offer 就是以他这个年龄太大 不适于留学为名 现在留学你这个年龄留学太假 以这个理由就是根本不办理他的护照 他就根本去不了嘛 另外 有的已经是在美国取得了合法身份 想把自己这种年幼的孩子带到美国去 给他们办护照的时候 其中也有这么一个家庭 他的孩子只有五岁 他本人有美国合法的身份 可以进入美国的 但是当地的出入境管理处 就以孩子太幼小 现在这个年龄没有必要到海外留学 以这个理由就是拒绝了他的护照 他根本去不了 就是普通草民你想出去 你根本没有机会 他们除了什么 除了不让你办公证文件 就是合法正规的渠道想移民的给你堵上 其次他们的办法多了去了 他不让你钱出去 银行只要卡住你的钱 你就出不去 你找私人钱账换 你有很大的风险 第三个 你现在想把大众的人民币提出来 你都很困难 你把那么多钱汇到人家私人钱床那些私人账户上面 你转账的时候 你也遇到麻烦 这是指钱出不去 还有就是什么 还有即使是你像过去你已经有了签证 有了身份 甚至你有了绿卡 你到机场时候 边检可以卡你啊 海关可以卡你啊 公安局可以内部偷偷地注销掉你的护照 一下子当你那个护照在海关过安检时候 一刷卡以后就告诉你 护照已经作废了 请你回去吧 也就是中共它有无数个手段 能控制你们这些草民 控制你这些老百姓 不让你出去就是不让你出去 所以说虽然你有不少身价 但是你再大的身价在党国眼里面就是一根韭菜嘛 无非就是粗壮一点的韭菜 即使是马云马化腾刘强东这种人 如果没有党国的特批 他要想到境外去是很难的 没那么容易的啊 那么你说 如果这个一刀切党国的权贵怎么办 你别为权贵造型 党国早就给权贵留好了后门 他们总共是有办法的 所有党国的权贵如果是经过他们一定级别 经过他们特别审查 认为他们家里面的儿女完全可以允许他们到海外去给他们办公证文件 党国的办法有的是嘛 让这些权贵家庭每家里面每一个人 都给他们发一个香港或者澳门的这个身份证嘛 就是让他们首先成为香港或者澳门的居民 然后指定港澳由司法部管理的一个亲共的这种司法管理处 由这个公证处为他们在香港办理所有的这个国内的他个人的公证身份嘛 也就是指定港澳有这么一个公证服务机构 这肯定是党国指定的机构 只为权规办理 而这些被办理的权贵 他们本人先持有港澳地区的身份 当他们有了港澳地区的身份 又有当地的这些公证部门为他们办理所有的公证文件 他们不就可以合法的去移民到第三方国家吗 你为党国操什么心呢 党国任何时候给他们家的子女早就是留有后路 早就办好了 更何况共产党是中央委员以上的 省部纪以上的官员 哪一家不是吧 家里面所有人都已经几乎全部移到海外了 根本不需要现在来办理了 他们早就在海外 他们早就有外国身份了嘛 别说是中央委员省部纪以上 即使是厅局级 县处级 绝大部分的官员 他们爷把家里面的子女 能送到海外就送到海外了 所以党国现在堵住这个路 就是堵住你老百姓的路 权贵的这个路 他们赵家人 他们要想移民海外的路 早就是光明大道 畅通无阻的 现在的所有政策就是针对你这14亿草民的话 你们就留下来做韭菜 给党国一叉叉地收割 你们都跑掉了以后 党国都收割谁啊 而且想移民的都是属于有家底的 都是有钱的 而你们这种油水比较大的 凭什么把你们放到海外去啊 留下来给党国宰割 好 我们谈今天要说的第二个话题 也就是关于美国支持乌克兰啊 最新美国已经显示他越来越支持的动向 而且显示他直接介入的决心 这个理由呢 是根据美国国防部新闻秘书叫约翰·科比 他昨天呢 在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上面明确宣布 美国现在已经在德国它的美军军事基地里面 开始全面训练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最关键的武器 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美国第一个明确告诉全世界 乌克兰现在军队里面 尤其他们马上要使用的最新的一种关键武器 是我们美国对他们进行训练的 那么训练出来以后 他们持有这种武器 马上就要投入乌克兰的这个保卫战 这个保卫战绝不简简单单是打败俄军 把俄军赶出乌克兰 很可能是反攻到莫斯科的 就是美国现在已经明确不隐晦的告诉大家 我们就在训练乌克兰的部队 给他们提供最先进的武器 而且这种武器是有绝对杀伤力的 那么这个话一说呢 实际上就是美国毫不掩饰地站出来 表明他们就是乌克兰背后的军事教官 那么在这种国防部发言人 他明确表态的情况下 我们就完全可以判断出 俄乌战争的最终结局 就注定了普京肯定是失败的 普京除了失败 俄罗斯也将会因为这场战争完全的嘛 完全要达到他自己失去再有侵略别的国家的能力 瑞典和芬兰最近提出马上就要加入北约 普京警告瑞典和芬兰 如果你们想加入北约 你们将要长寿到俄罗斯对你们的军事打击 而瑞典和芬兰都毫不示弱 欢迎普京来 普京如果真的这样去做 就变成了他跟西方列强开战了 他跟西方列强开战 那么瑞典也好 芬兰也好 乌克兰也好 大家团结起来 加上有北约国家的支持 有美国的支持 那么最终就变成了嘛 变成他们自己本来自己国家里面的这个保卫战 变成了变成了反击战 最终一定是打到莫斯科去剿灭普京 普京上审判台的日子 不会太远的 而普京宣称这些人都是纳粹 普京很可能在5月9号 就是纪念二战胜利的胜利日上面去宣布 他要争讨纳粹 要把这些所有的纳粹国家 包括瑞典 包括芬兰 包括乌克兰 全部要消灭 普京有可能这么去干的 但是普京如果这样干 普京就完全把自己摆在重视之敌的位置上 那么所有的西方国家一旦团结起来 消灭普京 普京我不讲话 死的时候会很快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预见 俄罗斯就会像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一样 最终什么 最终就是完全剪除了他自己能够侵略别的国家的这种军事能力 也就是说 像美国如果一旦摆出这种姿态 那么俄罗斯就是注定败局已定 也就是全世界现在只有美国有这个能力 只有美国有这个力量 当美国完全站出来 并且誓死要消灭普京之后 普京说这种话是无处可逃的 这两天美国中议院局长南西普洛西突然到访了基辅啊 也就是在5月1号当地时间 南西普洛西率领着美国国会几个重磅级的议员突然到访基辅 也就是跟泽连斯基进行了会谈 那么南西普洛西来是为了什么呢? 难道仅仅是作秀吗? 当然我们不排除南西有作秀的这个成分 但是至少是显示美国坚决支持基辅 坚决支持乌克兰 支持泽连斯基的决心吧 在最近这几个月里面 欧洲的首脑是纷纷到访基辅跟泽连斯基会谈 除了欧洲很多国家的首脑都来过以外 那么希望大国首脑最主要的就是约翰逊 英国首相约翰逊 加上欧盟主席冯德莱恩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莱斯都分别到过基辅 都跟泽连斯基会谈过 紧接着就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也到访了基辅 也跟泽连斯基会谈 显示美国支持乌克兰的决心 现在南希普洛西来可以讲是美国的最高长官了 除了拜登了 南希这个地位是美国宪法里面规定总统的第二位续位的继承人 也就是南希亲自到访 显然是给乌克兰人提振很多战斗决心的 那么这边是南希到当地现场访问 就是到前线去慰问 那边呢 那边拜登他马上去访问美国最大的军火工厂洛克希德工厂 也就是在5月3号后天 拜登将会前往阿拉巴马州参观生产 标枪反战车飞弹的这个洛克希德马丁工厂 洛克希德马丁工厂是全球最大的军事工厂 也是全球最先进武器制造的基地 同时是美国最牛最先进的武器高端尖端武器的生产基地 拜登这次来到访主要是看什么 就是看这个标枪导弹的 因为标枪导弹在乌克兰战场上面 美国提供以后是发挥巨大作用的 可以讲俄军大量的这些装备啊 坦克车啊 军舰啊 飞机啊 前线指挥所 都是被什么 都是被洛克希德马丁工厂生产的这个标枪导弹给击毁的 而这个标枪导弹它造价也不贵 美国可以大量的生产 并且它操纵很容易 一个单兵就可以操作 所以乌克兰军民得到这个标枪式导弹 在战场上面可以讲叫弹无续发 打得可以讲俄军是抱头数算 因此 这个拜登这次到访洛克希德马丁工厂 他再次去鼓劲 加紧生产 这个提供给乌克兰的这个最核心的标枪导弹 能够什么 能够在这场乌克兰的抗侵略的反击战里面 能够一举战胜俄军 所以说呢 美国是松管旗下 总统参观军工厂 议长直接到达前线慰问 这完全就显示出美国支持乌克兰的巨大决心嘛 那么除了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 乌克兰人民的优异表现也是我们非常感慨的 也就是你回过头来看 纵观这两个多月乌克兰进入战争来的表现 我们可以讲叫非常的感慨 乌克兰人民没有豪言壮语 没有撒嘴皮子 没有呼天抢地的这种呼唤 没有群群激愤的卖惨 乌克兰人民以坚定和沉着的性格 把自己的妻子老人一些呢老肉病残 能送到境外的送到境外 而男人们几乎全部是拿起武器 以近视孤独求败的决绝 埋头抗争投入战斗 没有什么废话 整个乌克兰只有一个声音 整天操操的就是总统泽连斯基 也就是泽连斯基尽心尽职 不断的在国际上发声 他为乌克兰争取到了几乎所有的这个国际支持 所以说乌克兰只听到这一个声音 就是泽连斯基向国际社会争取最大援助的声音 而我们看到的是一群沉默寡言 闷声打仗的乌克兰的勇士 和默默支持乌克兰前方的乌克兰军民 即使是流亡在海外的几百万的乌克兰难民也都是安安静静的 没有人哭声吵闹 没有人大声指责 没有人认为难民的待遇有多么差 而是他们不断的鼓励着自己国内的亲友 鼓励着自己国内的将士 让他们一血分散 使自己能够早日回到家园 所以说这么优秀的民族 凭什么你普京要去消灭人家啊? 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真的是做得非常好 如果他自己是一个老奸巨化的政客啊 我告诉你啊 像阿富汗那个总统贾尼那样的人 他早就跑掉了 他一边是带着老婆孩子跑掉 一边在海外玩政治政权 说不准在海外搞流亡政府呢? 现在普京正端着迟早在乌克兰搞归属选举呢? 贾尼什么人啊? 贾尼这个阿富汗的总统 他曾经拥有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的学位啊 除了在美国的精英学术机构任教之外 也在联合国和在银行都任过职 是一个公认的政治家 但是这个政治家在大难来的时候 一边嘴巴上讲得好听 一边掉头就逃跑啊 他带着大量美金逃跑上飞机的时候 这个钱多的都撒在跑道上面 然后他自己溜着大吉了 耳面泽连斯基没有废话 泽连斯基勇敢地站在基辅 一天都没有离开过国家首都 始终跟前线居民战斗在一起 他每天都在发声 但是他的声音就代表乌克兰不屈服的声音 也就是顽强抵抗的声音 他用他自己的表现争取了全世界最多最大的支持 所以说这个泽连斯基的表现是相当优秀的 有的人动不动说他是演员 我告诉你讲 在这个观点时候 他比那些政治家要演得好得多 他和里根总统一样都是演员促成者总统 但是他们的口碑都非常好 也就是作为总统 泽连斯基在战时 他能够不屈不挠带头抵抗 也就是表现出他优秀的这种品质 在这方面对泽连斯基我们一定是要给予高度的评价的 当然了 对泽连斯基从不批评中共 从来不敢骂习近平 从来不敢点破 习近平和中共跟俄罗斯汗袭一起 帮助俄罗斯在背后偷偷地阻挡俄罗斯的侵略 这一点上我对他是严重看不起的 我对他也有过评判 对泽连斯基这个人一定要一分为二来看 但是呢 在这里呢 我就不做过度的评价了 因为我在前面的节目已经明确说过了 在这里呢 我就不重复 不 我们只是要一分为二的来看待泽连斯基 作为战士的总统 他已经非常非常的优秀 至于他对中国的保留 那么要么就是他有小辫子 列在习近平手上 要么就是什么 他惧怕中共和习近平再次加入这个战争以后 给他带来更大的战争的后果 但是不管泽连斯基他对待习近平 他究竟是他懦弱也好 还是他有什么生魔远律也好 他有更高的智慧也好 现在来讲 作为泽连斯基一个战士的总统 他跟西方的所有的交流都是非常到位的 乌克兰现在已经争处到西方对他最大的支持 我相信乌克兰军民在这个总统的领导下 在西方对他极大的志愿下 在全世界爱好和平和正义的人民的积极努力下 最终消灭俄军 赶出侵略的 把普京送上历史的审判来 是一定能完成这个人们新务总的这个伟大目标的 好 今天的节目呢 我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